各位朋友,你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另外一种特殊疑问句的用法, 也就是Giel引导的特殊疑问句。 Giel这个词本意是怎样、如何?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Giel vive nas ala ofiteyo, chiu dagi. Vive nas per autobusso, gani. Vive nas per metro. Giel vive nas ala ofiteyo, chiu dagi.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每天怎么上班? 判断Giel具体的意思需要根据句子本身的语境。 本句话中,Vive nas ala ofiteyo的意思是,来办公室。 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就可以将Giel理解为用什么交通方式, 再举个别的例子。 Giel vive nas per autobusso, gani. 你是如何学习世界语的? 可以回答说,per mem lernado,我自学的。 这里的Giel就表示学习的方式。 重点讲一个借词,per。 per本身有很多用法,表示手段、工具、行为方式等。 今天我们所用到的per是通过某种手段来进行某种动作。 mi venas per autobusso,这句话中,venas就是动作,来,per autobusso可以理解为通过坐公交车的方式。 连起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坐公交车来上班。 那么,per表示工具的时候,又该怎么用呢? 举个例子,mi escribas per plumo,我用钢笔写字,这样是不是就容易理解了? 另外,一般我们表示交通方式会有几种说法。 per autobusso,坐公交,per metro,坐地铁,per auto,开车,per biciclo,骑自行车,per biediro,步行。 大家可以记一下,以便以后在对话中灵活运用。 今天我们讲的两个知识点分别是quiel的用法和per的用法。 以上是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请大家掌握并熟练运用。 Gis revido Gis revido